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集的《新子智庫》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一些基本的 我們日常生活上會用到的知識 這方面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大家在家裡一定會有些藥物 例如雙峰院、退宵院 或者其他指痛 不同牌子、不同廠出 我們都會有些藥物放在家手門口 我記得曾經有一次 我都幾惡眠下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去到急症室裏 發覺現在無論是政府的 或是私立的 都是會排成差不多七至八個小時 有時真的 就算是私家的 都是在廣島區有兩間 其實不止兩間 應該有 都有四間 如果你是 除了半山那些 那幾區那些 不算 其實一般來說 跑馬地 或者是銅鑼灣 尤其是銅鑼灣那間 有時晚上我和阿Kim 我自己都試過等急症 晚上半夜去 半夜去 然後等到第二天 差不多天光為止 都試過 公立醫院 我也有試過 港島區某一間 也都是由晚上十點 等到第二天早上七點 我也有試過 但當然你會問 為何要去 其實有時沒有想到 他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那你可能說 你是不是剛剛遇到那天 那天特別忙 或者十字車多 其實不是 其實我真的覺得 很多時候都是 要等很久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也知道 也有看到一些 寶寶仔 媽媽抱著的寶寶仔 都走去等 一路等很久很久 他們的答案就是說 因為沒有退消完 那其實呢 是一些便利店 那便利店裡面 其實都有退消藥 但他們的退消藥 是可以是一個正常market value 就是可能去藥房買 可能是四五十塊 小小包那幾粒 他們是可以買到 兩百多塊的 那我明白 其實他那些 profit的利用 真的很大 那好吧 那不說這些了 我們今天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想介紹給大家 怎麼都要買幾本書 放在家 開門口的 那這些是什麼書 阿Kim就想介紹給你了 那我Office也有放了幾本 給我久一點 因為新的東西放在家 那或者我會介紹大家 去買一些書 首先 這一集就會 那 首先我們家 就起碼有一些 醫藥用的百科傳書 那除了醫藥用的百科傳書 就是連一些藥物 其實阿Kim 其實本來在英國 我自己都會有這個習慣 有小小帶 那有一些 其實外面 普通 這個還是我很多年前買的 那就是 那時候我買的還是九磅幾 大家可以看到 是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那裏部 是九磅幾 在哪裏 在這裏 這裏的 那還有一些都是 不貴的其實這些書 香港應該都有的 那 都是九磅幾 那這九磅 即八多元 OK 那很多時候我們買 一定會買一半 就是叫做 a consumer's guide to legal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s 那個medicine 就是通常有prescription的 就是要醫生簽字的 OK 就不是你街邊 不斷周圍 即簡單來說 沒有藥劑師 是不能賣的 而有些 就算有藥劑師 配藥的地方 都一定要 即那些pharmacy 你是一定要有醫生子的 那有個是藥物管制 那這個有什麽好處呢 這個先說 這個prescription的 我們可以隨便找一隻藥來看 那它又講得很detail的 每一隻藥 有幾多間藥廠出的 有幾多間藥廠出的 那不同藥廠就不同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大家在開藥房 很多時候要研製一隻新藥 那隻藥是 很多人會種那些 譬如說是 治癌症的藥 或者不同的藥 那這些藥呢 很多時候他們就一定會做一件事的 就申請這個pattern 就是用美音讀就是pattern 那這個pattern呢 就是專利 那這個專利呢 就是因為他們研發 花了很多錢 投資者投資了很多錢下去 那當然研發了一隻藥之後呢 就希望賺取一個適當的利潤 那就可以回饋回給投資者的 那當然我不排除有些投資者 是真的純粹出資一個線生 OK 那他願意投資這筆錢下去 那就給別人做科學研發的 那好了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當他們這些pattern呢 通常都會住是一住就住10年了 那10年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就不是只住一個國家的 我們會住多幾個國家的 免得被人抄了 OK 那住這筆費用也很龐大 如果你全世界到處住的話 那好了 那要找到處找不同地方的pattern attorney去做一個 那通常10年底下他都不會再 怎樣被你沒得再 怎樣去再renew的了 因為其實你都沒用了 10年之後你賺了你應該賺的錢的了 那其實那些藥物呢 就可以回到原本位了 就可能由原先的 有一些視乎什麼藥 有些去到幾萬元 有些去到幾百元 有些去到幾十元一粒 原先的 那後期可能去到幾元一粒 那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聽到 譬如aspirine 阿斯匹利亞中文 這些藥呢 其實根本上已經是很舊很舊的藥 根本上已經是沒有任何pattern 根本上你隨便去哪裡都可以買到 甚至乎你去 有一些比如公立醫院 他不停派 甚至乎他拿了價錢便宜到真的 你不敢想像 而aspirine 很多人都會敏感 尤其是都要胃部 那很多人呢 其實阿Kim 我從來就不吃aspirine 有aspirine的成份裏 我都可能會有胃痛 或者有些人會出診 那aspirine對我來說 我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要種花 怎樣叫種花呢 譬如你買一束花回來 或者送一束花給你 那你浸在水裏 那些花就很快會借的 那通常呢 玩得呢 譬如說荷蘭來的花 可以放一兩個禮 過幾禮拜 如果冬天 冷氣的話 那 如果夏天的話 可能一個禮拜就玩完了 拜拜 那當然啦 如果是其他地方 某些東南亞國家出的 有些花就可能放三四天左右 你連買 那就已經可以借的了 拜拜 你可以放在垃圾桶 有些甚至乎 有些人就去一些花去買 買到一些便宜的 根本就是 你送給別人的時候 已經刷了 放在第二天 就可以放在垃圾桶 那你可以看到的 那當然呢 不同品種 不同價錢 那好了 那你浸在水種的植物 你放兩粒aspirine 其實或者一粒都好 你浸在水 其實那棵植物是可以捱到 怎樣都捱到 一個星期 鬆一點 那我覺得是很好用的 對我來說 我覺得 那不是浪費的 有些醫生 是不是都給你這些藥 是不是子痛 或者怎樣 都給你些aspirine 還有還有一種藥 他們很喜歡給的 就是paracetamol 那 嗯 嗯 paracetamol 那 美國我不知道什麼叫paracetamol paracetamol paracetamol 就是一些退消藥 退消藥 就是說 其實也是跟aspirine差不多的 它是一個價錢比較便宜 還有就是指痛也可以 即是用來用指痛 退消也可以 所以變成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所以他們有理沒理 就一定是給幾粒aspirine paracetamol 和不同的東西給你們 那ok了 那除了這些藥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藥名 那這些就可以看到是藥廠了 那原裝藥廠出的藥 那你說它過了pattern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了一樣東西 就是同一種藥 可能是很多同一個成分 差不多這樣的成分 甚至是成分一樣的 因為它已經沒有了專利 那於是呢 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藥廠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樣東西 你記住 如果每一隻有一隻藥 假設那隻藥物 是由一間藥廠 原廠出的話 它出開 由它發現才 即是研發成功 然後帶入這個market裡面 它們經過無數次的這個clinical experiment 實驗 臨床證實 很多很多東西 副作用有多少 要吃一段時間才會發現到 當然它之前也都會研發 之前它都會試一段時間 譬如找一些白老鼠 找一些guinea pig 即是好像我們經常說 找人做guinea pig 那樣去做的 那好了 那當它過了那段時間之後呢 其他生產商當然都可以繼續做這個 因為它已經沒有了那個pattern pattern rights 於是出呢 這裡大家要小心一點 盡量去選一隻藥 是由它原廠出的 為什麼 原因就是 因為它原廠出 有些人比較敏感 它比較敏感 可能它的成份會少了一點 都可能 對它來說 都會有些產生各不同的效果出現了 例如說 一件事就是 譬如很簡單 我們喝可樂這樣 我們可樂 大家都知道 有一隻很典型的 大家知道 C字頭的可樂 出名 很出名 那除了這隻可樂之外 其實 在外國還有很多的 數得出的話 其實有很多 我這裏不是跟別人買廣告 除了cola之外 還有colombia cola 也有virgincola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cola 可樂 我記得 以前在外國 我試過去超級市場買可樂 那可樂 大家知道成份是差不多 那 不要說什麼 dai coke 或者不同的cola 有cola 又有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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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virgin 還有很多很多名字 我忘記了 我記得有幾十種的 都是可樂 OK 不是說它的味道不同 不是那些什麼cherry 或者不同的味道 或者是zero 或者怎樣 而是它的牌子 的廠都會出不同 那當然大家的味道會不同 那 反過來的藥也一樣 那所以 如果你們真的去吃一隻藥 就麻煩你們 其實對現在 今時今日 其實很多人 有很多長期病患 或者怎樣 他們都會 就是要長期吃一些藥 那那些藥 有些是研發 就由一間藥廠來研發 然後後期過了這個專利之後 就有其他不同的藥廠 都陸陸續續去出那隻藥 因為他覺得那隻藥有需要 就是多人吃 那它也有個profit 有個利潤在這裏 有個利潤在這裏 薄裏多燒 那這些是最好的 例如洗頭水這些 你長期一定會用 除非要光頭 那 牙膏牙刷這些 一定會讚眼的 所以呢 變成謊 大家就盡量找回原廠 因為原廠出來的東西 的確是有個保證在 因為它裡面的成份是有機會 即使的成份是一樣 但有機會是有時候 有些東西是有些少 不同的 我舉一個例子 你們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有些東西先和後是會不同的 例如我們 我們人的精液 OK 人的精液裡面 如果我們把它拆散 是什麼 第一樣東西 Sperm拆散的就是 Potein 一些糖 一些蛋白質 還有Lucas 糖 OK 好了 但是如果我用糖 和這個 Potein 蛋白質 兩樣東西加起來 是不是可以變回 Sperm 變回晶液 絕對不行了 兩樣東西 所以有些東西可以解釋 我們可以把它拆散 但是當我們把它合起來 就不同了 就等於一個花瓶 我們可以打爛它 打爛了之後 我們會燒出來的 那個花瓶 肚瓷燒出來的 當我們打爛了 再用超輪膠 慢輪膠 黏上它之後 已經有不同了 一年份 OK 我們黏得多漂亮都好 OK 好了 這本書值得買 這本書是 for prescription 即是一個是 prescription 一定醫生紙 另外呢 我還會買 可能你們在香港找到的版本 是另外一種 但是這些很多大書局都可以買的 你們可以去買的 第二種就是 我也都 建議大家買的 就是這本 這本便是另外一種的 這個都是一些藥物 但裡面那些藥物 就是一些沒有 prescription 即是換句話來說 是不需要醫生紙 你们也可以在counter里面买的 在一些药房或者在药物厂买的 那这些里面它也会告诉你 它们有什么副作用 就是每一种药它里面有什么成分 不同 它们都是这些很user friendly 都是比如说 你们是一些小朋友吃的 就吃多少mg 多少mg 成年人就吃多少 那有些人吃了会有什么 比如drowsy 会头晕 或者有些人会嘔吐 有些人吃了可能胃会不舒服 有些甚至会射的 会肚射的diarrhea 很多很多东西 它都射得很detail的 有不同药厂 那会吃多少 那你直接有时 不是叫我们去不信的医生 而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究竟医生开些什么药给我们吃 我们除了 当然我们去做一个consultation的话 我们去看医生 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们去看医生 我们不是去学药剂 你不能够问医生 为什么你凭什么去诊断 我有这种病症 给我吃 为什么不给另外一种药 为什么不用A厂 B厂 C厂 我想医生带你走的 换句话来说 阿Kim有时我去自己帮人 有些人拿个命盘 我告诉他们 砌好了 每一年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根据我的experience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 OK 那没有可能 我有个client 我曾经遇过那些client 就真的 他不是走来做一个concept 他不是来console我的experience 或者console我的一个judgment 或者是我的forecast 他是来直接好像来上课那样 捉央来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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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就会这样 为什么这样就会这样 你的judgment 是怎么下的 你是怎么forecast 你forecast是什么 其实就真的变成读书 就是等于你去 你去买一部洗衣机 你去到电 即是一间电器行买洗衣机 一个 那个sales 那个sales 告诉你 有不同牌子 不同的比较 等等 at the end of day 你不 expect 那个客人 是会问你 那个洗衣机的结构是怎么样 我拆了洗衣机 哪一个 那个膽出来又会怎么样 他下面的风扇又会怎么样 他的暖风又怎么样 他的出位和入位又是怎么样 他用那些金属是属于什么种类 或者等等 他用那个螺丝是多少寸 多少 多少 我就遇过这样的客人 那当然 我只可以这样说 这个世界上 即是中国人有说 一种米 就养白养人 什么人都有 尤其是 阿Keym在中环 很多时遇到很多客人 什么客人都有 我可以告诉你 很极端的客人也有 有些客人甚至乎 他本身是需要全看了 精神科 但是他们为了不想被人 标签做精神科 病人 于是他们到处去算命 到处去问 那问完之后 说完 搞定了 你和他花了很多时间 一样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 好好地 ok 过几天 他又不知又不知做什么 又走来烦你了 然后过了几天 很多时候 他们可能是 或者在网上 摩克利 或者怎么样 这些是行家做的 有些就是 有些是很多时候 是精神科有问题 是精神 他们是应该 看精神 看psychiatrist 但有些人 就走去看psychologist 为什么 他们觉得 看心理学家 看心理医生 好过 看精神科医生 这些都是人的心态 我可以告诉大家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不过 不过 这些有些 挺狠的人 我都遇过 所以我觉得 很多东西就是 其实 每个人看一件事 都不同 有很多时候 看一件事 你仔细一点去看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 会发映到一些 我曾经遇过 他这么狠的人 他还是读乃博士级的 就写了一篇论文 在跟我拗 他的名盘 他自己的名盘 但是呢 我觉得 既然他可以写到一篇论文 他根本就不需要找我 对不对 很多很多 很奇怪的人 很多人去看医生 就跟医生去拗 也有这样的客户 我相信 好了 这两本书 我就推荐大家 去买一本update版 那这些就 因为通常药物 就很少怎么转的 但是每一年都会有些新药 那他都cover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买一些 up to date 那 其实一本这样的东西 都可以玩到很多很多年了 所以其实是很值得买的 好了 那除了这些书之外 那还有一本 还有一本 我都可以 suggest 大家去买的 例如是一本 叫做 香港就更多 香港就更多 这本书 这本书也是非常之好 那 那阿Kin手上 这本就不update了 因为update的本 应该是在阿Kin家的 那这本 我第十三个editions 那这本呢 就是我们说的peel book 那大家买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不同药物 有些包起来 有些包起来 那些叫做糖 有些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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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糖衣在外面的 那有些是交浪妆的 有些是一粒果的 那这些呢 它全部将每一只药物 譬如说 医生开了给你什么药 你也可以 所以呢 拜罗 它一定要列明清楚 香港的法例就说得明的 它是香港执疑的医生 它是必须要 就是将那些药物呢 就是列明给药剂施的 那你也都会看到一样东西的 那譬如说 你去譬如说 某几间私立医院也好 就算公立医院也是的 那就算你去街边 那些canon去看那些呢 它们都是要写明那只药的药名 和它给你多少额 那些药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翻查到的 香港的药物 那有一些药物呢 可能在香港没有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找回 刚才那些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说到药物之外呢 你需要知道之外呢 还有些东西你也需要知道的 例如说 你们就可以去买一些这样的书籍 那这些有香港注册的一些 注册的一些一些 一些药剂 就是医生 医生或者牙医都有的 牙医都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的 一些书籍 那这些牙医的呢 这些是比较久的 因为很久之前买的 那最新的那些 我又有一些放在家 那所以呢 有不同的书籍 那你们都可以去看 翻开他们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去practice 和他们注册 他们的注册地址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 就比较我自己就很少去查医生 你没有必要去查医生 他究竟是注册地址在哪里 他practicing多久 在哪间大学毕业 就是哪间大学 在哪个国家住了 然后再回到香港practice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必要 因为我们中华经常有一句说话 用人不义 以人不用 那你不相信的人 你不相信那个医生 或者你觉得他 你和他不够的 那你就不要去 不要去绑顺他了 就这么简单 不要去趕收他了 全香港那么多 那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referral 有些是有熟朋友介绍的 或者怎么样 通常都是的 甚至我自己做我的客户 大部份都是referral 都是一个介绍一个 所以我现在大部份做开的 我都没有空 因为我现在在网站上 我都试试了 我只是做50元以上的consultation 其他的客户我都不再 我都很少去接 就是说真的 如果你说几千元那些 我都不 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是说真的 有那么多时间 我多拍几段影片好过 是吗 那 好了 这个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一般医疗那方面 那我希望 迟些会继续开多几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医药 因为Kim以前是读medical law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 看一些他们的right 比如forced parents'right 还有这个IVF 就是人工手印 他们的patients'right patients'right patients'right 病人的权益 还有forced parents'right 譬如说 我们要test the baby 就好像昨晚 新闻一样说过 有test the baby 那这些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出生之后 那他那个 有些找到sebligate 就是代母 香港就不给了 其实有很多其他国家是可以的 那做到这件事 那小朋友出生的权益去到哪里 那个 就是 代他生他出来的那个 在他母体出来的那个 那妈妈的权益去到多少 那还有就是说 真真正正的拿那个卵子出来的 那妈妈的权益又是怎样 那爸爸的权益又是怎样 那个forced 比如说 那些是放进去养父 就是一个family 一个forced parent 一个forced family里面的right 是怎样样 那有些养父 有些是亲生父亲 有些是商人长 这些所有的法律权益 那有些在外国 尤其是在欧洲一带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些case 就是说 就是 Kim以前是读medical law的 那欧洲法也是specialized的 那 那多时呢 他们就说 有些人说 最初他可能不够钱 所以他就很愿意 就是帮别人去生孩子 那样 拿了别人的卵子 拿了别人的sperm 那样 到生完出来之后 他就转态了 他就说 我也是娱乐坊 这个小朋友 是我的 大家拗的 很多时候拗上法庭 那拗到法庭都不单止是这样 拗得很拗 都搞不定 搞到去欧洲的法院里面 stress 去再打上去 那打得来 其实那个小朋友都大国族 那还有 为什么我们有geniclo parents 因为还有些人 就说有些人有病的 那他们不可以生 如果他们生出来 可能就会有一种遗传病 那所以呢 就有个 有些情况 有些人去捐征 在外国 那为什么还会有一样东西 因为有机会是 就是会产生了一种incidence 将来这些小朋友 就是大家 你想想 如果一个人 因为以前欧洲有些地方 是真的 捐征是有钱给的 OK 那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要买一些精子 就是说有些是 当由一些名考出来 一些博士 级的 或者不同的 那他们拿了精液之后 那有些人去拿卵 卵是比较少一点的 因为一个悉分的妇女 其实他们根本上 这个卵是我们全身体 最大粒的细胞 而这个细胞 我们通常都是说 两个卵巢里面 每个月都是只有一粒 一粒 一粒 一变 一粒 除非有些是 有些是 有些是 妈妈拖 两个卵 同卵 或者不同卵 所以 女士的卵巢 是有限的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就会说 会打一些极数进去 然后令到她一次过 排卵多些 排十几个卵 然后再选最优质的 然后才拿出来 那其实 用这个IVF 人工受孕 其实对女士来说 都挺辛苦的 因为他们都需要 有个 会有个morning sickness 你知道吗? 很多人终于 有很多OL 他们都可能说 不上班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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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一粒卵 但是 如果 他们用一些 去刺激她 譬如说 一次过排 八个卵 或者十个卵 那 就直接 你想想 对那位女士 是很辛苦的 一样东西 然后还抽出卵 而且以前抽出来 其实抽出来 都是比较辛苦的 好了 然后再放 直到Baseburn 然后再放 直到另一个母体里面 这些 即是 这些 这些 中间 牵涉的法力也很多 那 这一集 最主要 都不是一个 legal 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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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一集 就先说到这个 那么多 下一集 我希望可以做了一些 更加 多少少的 好 那 今集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